不要认为在中间上篮 走篮容易炒 如果真是一个中间走篮 这个技术那么难 你觉得那么难你就练熟它 这里射球够难 不就有 一样 你练而已 大家好,又是阿豪 好了,又是我们豪哥系列 之前我们有条片讲上篮的常犯错误 那之前那一天的比赛 阿豪就不断走音炒分 即是连炒了很多球 那为什么呢? 就是有几样原因 一,你的均速打波法 其实是会令人很容易防守到你 而你又不够硬 心不够硬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被人骚扰到 你走散就会炒分 这是第一点 重心中前第二点 最重要的是你终结的技巧 是不够的 你发觉你一打快攻的时候 你来来去去就是什么呢? 可以做什么呢? 没有东西做到,只是冲进去 结果别人看得穿了你的路线 你就没得上篮 而你的路线真的太容易提寸 因为你已经均速了 我们今天想教他一个 在快攻的时候的终结技巧 令自己更大的优势 好了,首先问阿豪 一个意识 大部份人我觉得都不适合 你拿到球在快攻的时候 前面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你会拍向哪一道? 近边线 近边线 大部份人都是这样的 有人呢? 有人在中间,没有人在边线 有人在中间,没有人在边线 有人说有些人是怎样的 前面没有敌人 前面没有敌人 都是近边线 都是 你主要都是近边线 这就是最错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那又是 盖边线只有一个选择 只有一边 重点是前面没有敌人 为什么你要去边线 就是大部份人都错了 没有敌人之下 假设我打快攻 在这里开始打快攻 我当这里已经是半场 拿着球 没有人 大部份人 都会拍出来45分 你是防守者,你会怎样? 你是防守啊 你举手 你是防守啊 你不是在中间摺摺吗? 所以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真的應該要拍到中間 很多人就說中間的走籃會炒粉 對不對 其實真的不是 你想想如果我在45度 我要面對一個走過來的人 那我為什麼不一開始 你記清楚是沒有人的狀態 如果我拿到那個球 沒有人而防守隻在我後面追 那我為什麼不放著中間線 然後很穩定地上籃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 在中間上籃 我現在就不想看 可能是零件有嗎 我會看到 我們全部都明白 我們就是要看到 那個星期的那個星期 你就是因為在前面沒有人之下 你去45度吧 你在45度走,我就在中間回去 你就很難上籃了 是不是呀? 竟然沒有人 就算我們有解圍狀態 一接球,我們要先傳去邊線 推向前,你看到沒有人 我都先壓住他 先來吧 我一定是先頂住中間那個人 先來吧 這個想法我有 有的 你的想法什麼時候會做出來 有很多想法沒有用的,要做的 對不對 有的,有的 好了,這是第一個概念 不要認為在中間上籃,走籃容易炒 如果真的在中間走籃,這個技術那麼難 你覺得那麼難,你就練熟它 這裡射球夠難 就進 一樣,你練而已 你只要練好那個技巧就可以了 你記住,中間上籃,真心的確不是很難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對手頂開 當然你有機會會遇到 那些都是 那些瘋狂追板 那應該用什麼技術呢 不?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 假設它如果真的黏住我的話 就是我這樣切入 很大機會讓它封板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用框 去作為保護我們的武器 就是我們會這樣走 這裡你不是封嗎 我們走來這裡 反手上籃 因為有個框在這裡 它跳得多高也好 我們都可以擋到它 可以嗎? 右手的反手上籃 可以嗎? 另外一個技巧就是 我們可以用Evo Step 我們是用核心的Evo Step 今天我想教你這個 看著 整個動作就是這樣 OK 退 壓 上籃 明白嗎? 就算 你站在中間這個位 本身你快過我一點點 你快過我一點點 Set up對著我了 我們拍過去 壓 上籃 你快過我一點點 明白嗎? 你都可以轉向 很容易騙到一個人 今天我們就是想說這個 核心Evo Step